欢迎大家来到小A老师的西班牙语A1课堂 各位同学都抱怨说量太大消化不了 且不论小A老师已经告诉大家我们这是提前预告片 就算是我们真的现在就要马上掌握这么多的内容 大家也万万不用纠结 为啥呢 因为我们这才刚刚学 哪有一下就学会的事情吗 你的学习和生活都应该多多反问自己是否已经尽了全力 今天的每课一句要送给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还没有听到最大的努力 你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直线在哪里呢 如果你们进了全力还没有能够达成目标 这个你就来找小A老师 反正我是不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尽全力就已经做成这样了 是不是应该为自己感到欣慰了呢 好了 那我们赶紧接着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主要内容 在上节课当中呢 我们学习了很多啊 跟这个表达日期有关的 以及还学习了一些跟节日有关的 我们这就要按部就班 一点一点来复习一下吧 准备好了 先跟安妮大家一起来吧 一年的12个月份浪读一遍 Enero Enero Febr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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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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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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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o Mayo Junio Junio Ju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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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o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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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iembre Septiembre 葡萝 Octubre Octubre Noviembre Noviembre Diciem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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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年的12个月份轻松搞定之后 再来强调几个小细节 第一大家记住了 表示月份的词通通的不大写 别忘了 接着再来回顾一下 表示某年某月某日的表达方法 我们说我们可以直接说 L加上日期 几号加上D加上月份 再加D加上年份 就结束为几几年的几月几号 那么相信很多细心的同学发觉了 我们除了可以有上次这样 比如2000年8月8号 我们除了可以说成 el ocho de agosto de dos mil之外呢 有同学看到了el dia ocho 没错了 那这个情况呢 和我们后面的那个年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成de dos mil 也可以说成del año dos mil 那前面的日也是一样 啊我们可以直接说成ocho 也可以说成el dia ocho 都是可以保留也可以省略的 只有这个月份啊 我们一般都会直接说agosto 直接加就好了 当中以de来连接就可以了 大家都记得的吧 好 那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说对于日期的提问办法 que fecha es hoy 都记得吗 que fecha es hoy 今天是什么日期 或者呢我们还会有说啊 quandos estamos hoy 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当然了 大家觉得自己哪一个记得比较清楚 那就用哪一个吧 都是问今天几月几号 好 那说完了几月几号以后呢 我们就想到了说 几月几号就会有不同的节日 对不对 那么不同的节日呢 就会做不同的事情 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如何来表达我们经常习惯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动词来跟我念一下 叫做soler soler 它的变化形式呢 叫做o便we 在使用的时候呢 直接在词尾加上动词圆形就可以了 那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我习惯于和anita一起学习西班牙语 soro estudiarespanol con anita 对不对 和anita一起 你说对了吗 好那这个soler千万记得 o便we 除此之外应该问题不大 说完了这个惯常做某事之后呢 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这几个常见的节日吧 比如说我们说要某某某个节 如果呢是特有的 比如说父亲节了母亲节了儿童节了 特有的人群的节日 我们直接用el dia el dia 然后加上的再加上那个人群就可以了 比如说el dia de las madres 那就是妈妈节 el dia de los padres 那就是爸爸节 el dia de los niños 那就是孩子节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儿童节 好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在之前的基础上来个温固而知心 那我们来说一下 很多节日我都知道了 那我如何来表示节日快乐呢 我们要学习一下这个非常实用 又非常简单的单词 大家给我念一下吧 叫做feliz feliz 非常好 feliz直白的中文意思呢 叫做幸福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把feliz加在前面 然后后面加上你要表达的节日 那就可以直接说了 比如说我们要说妈妈节快乐 那就是feliz el dia de las madres 当然了也有同学会听到feliz el dia de madres 就什么都不加也可以 或者用单数形式 feliz el dia de las madres 都是完全正确的 这个比较灵活一点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特有的节日 比如说圣诞节叫做navidal 那圣诞快乐直接feliz navidad 是不是很方便呢 大家知道吗 西班牙语当中啊 有一首非常可爱的歌 小艾老师为什么说它可爱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feliz navidad 也就是圣诞快乐对不对 而这首歌从头到尾就一句话 它从头到尾都是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feliz navidad 啦啦啦啦啦 就从头到尾就这一句话 简单吧 诶是不是很想学歌呢 别着急 我们之后自然有安排 好 那除了圣诞快乐之外呢 再比如说我们上节课有学一个单词叫生日 那生日快乐就叫feliz cumbre años feliz cumbre años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比如说学习一门外语之后啊 周遭的人知道你学了他就会说 你说两句来听一听 那以后家里有人过生日 你就可以给他录一首啦 feliz cumbre años 生日快乐 最后再来说一个叫做新年快乐 新年叫做el año nuevo 新的一年嘛 el año nuevo 那如果新年快乐直接说feliz el año nuevo 是不是很方便呢 feliz el año nuevo 好了 那就说到这里我就先不啰嗦了 相信大家应该都能理解了 那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我们上节课的最后一个内容 我们上节课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有关于我们的频率表达 我们还回顾了一下以前学过的 并补充了一下我们上节课新的东西 大家知道吗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叫做 siempre siempre normalmente normalmente frecuente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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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enudo a menudo a veces a veces y nunca nunca 那别的呢 我就不 doloroso了 我们就特别强调一下最后那个 nunca 我们说过呢 它是二含有一个否定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使用的时候 最后有两个位置 要么直接放在动词的前面 nonga 加上动词 要么放在加了no的动词后面 no 加上动词 再加nonga 都记得的吧 好啦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希望大家都要把它们记下来哦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让你这样的装子 AC happened 我手牌在静子里面 ¿Qué haces en Nochevieja? Este año voy a hacer lo mismo que todos los años. Siempre hago lo mismo. Yo también. Ceno con mi familia y normalmente mi madre y yo hacemos la cena. ¿Qué soleís cenar? Depende. A veces cenamos marisco y otros años cenamos carne. Nosotros nunca cenamos carne. No nos gusta mucho. Después de cenar, tomamos las uvas. ¿En casa? Bueno, generalmente sí. Yo nunca las tomo en casa. Siempre en la Puerta del Sol, con mis amigos. ¡Qué divertido! Yo, después de las uvas, normalmente me voy a una gran fiesta hasta el amanecer. Es lo más divertido. Yo nunca voy a fiestas. A veces estoy en la calle y otras veces estoy en los bares. No me gustan las fiestas donde hay tanta gente. No me gustan las uvas. 表示频率的词大家掌握得怎么样了呢? ¿Qué tal? ¿Qué tal? ¿Qué tal? Hola, Vilar. Bien. Busco un vestido para noche vieja. Hola, Ana. ¿Qué tal? ¿Ni好吗? 我希望大家能够非常喜欢这句getal,因为它非常的好用。 为什么呢?getal这个词可以直接问你好吗?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问任何的时候你要想要知道某一件事情的情况,你都可以直接问getal,然后加上你想要了解的这件事。 比如说你想问,嗯,电影好看吗?getal加上电影La Perigula. 你想要问,嗯,你现在的女朋友怎么样? ¿Qué tal? La novia. 都可以,很方便吧。 Ana,哎,你好吗? 那人就说了, Hola, Vilar. 好呀, Bien. Busco un vestido para noche vieja. 来来来,抓住这个动词,把它收规矩用吧, Busco. 这是一个完全规则变味动词,完全规则. Busco的动词原型叫做 Buscar. Buscar,中文意思叫做寻找,寻找. 那它正在找什么呢? Un vestido,大家认识一下。 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纠结,因为我们之后呢,也会学习一些完整的表示义务名称的单词。 现在仅先理解就好了, Busco叫做寻找, vestido叫做连衣群,大家可以认识一下,连衣群。 我正在寻找一条连衣群,是为了啥时候用的呢? 为了 noche vieja,大家还记得吗? noche vieja,记得吗? 没错,就是我们的除夕夜。 好,那这个Vilar知道他要找连衣群之后,Vilar说什么呢? 念起,啊, ¿qué hace ese noche vieja? este año voy a hacer lo mismo que todos los años,siembre hago lo mismo. 啊, ¿qué haces en noche vieja? este año voy a hacer lo mismo que todos los años,siembre hago lo mismo. 好,那个人说一句, ¿qué haces? 你要做什么,记得吧,你要做什么,那在哪里呢,在哪里做呢,在什么时候做呢? en noche vieja,就是为除夕夜,连起来就是,你会在除夕的时候做些什么呢? 那阿娜就答了, este año,叫做今年, voy a hacer,大家记一下,这又是我们值得掌握的短语哦。 ir a,加上动词原型,ir a,加上动词原型,叫做准备做某事,那他连起来就是,我准备做 lo mismo que,解释为和什么什么相同的,和什么相同的呢? 和 todos los años,要会哦,特别要熟,我们曾经专门讲过他的,对不对? todos los años,解释为每一年,连起来就是,今年我会和往年做相同的事情。 好了,填进去的那个词, siempre,你有没有答对呢? siempre hago lo mismo,前面是hacer的原型,voy a hacer,现在呢,是hacer的第一人称变位,叫做ago,好像长得特别奇怪了一点,大家要特别背一背哦,我做,叫做ago,siempre hago lo mismo,解释为,我还是一直都做一样的事情,能理解了吗? 好,那接着往下了,yo tambien,feno con mi familia, y normalmente,mi madre y yo,hacemos la cena yo tambien,ceno con mi familia,y normalmente,mi madre y yo,hacemos la cena 好,那Ana说的是,她总是跟往年做相同的事情,对不对? 那Pilar的情况如何呢? Pilar说了一个词,叫做yo tambien,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单词记下来,跟我念一下,tambien tambien,叫做同样也,就是用来表示跟别人相同的情况 那如果别人是否定的时候,各位,就不能用tambien了,我们要登场的人叫tamboco tamboco,比如说我说一个句子,我说abro español,那你要说yo tambien 如果我说no abro español,你就要说yo tampoco了,理解? Ana说她总是跟往年做相同的事情,Pilar表示复合,嗯,我也是 Ceno con mi familia,来,这个动词叫会,cenar,对不对? Cenar,叫做吃晚餐,Ceno,完全规则的第一人称便位 con mi familia,和谁一起吃晚餐呢?和我的家人 y normalmente,要填的第二个单词哦 normalmente,叫做一般来说,通常来说,我的妈和我 hacemos la cena,是不是可以理解了呢? hacer的我们的便位,那就是妈妈和我,我们俩来做饭 是不是非常buena hija,对不对?buena hija,是什么意思啊? 嗯,是个好的女儿,对不对?没错了 好,得理解了,那我们继续 ¿Qué soléis cenar? De vente A veces cenamos marisco Y otros años cenamos carne Qué soléis cenar? De vente A veces cenamos marisco Y otros años cenamos carne 来来来,走一走,看一看, soléis 必须要认识哦,我们之前一刻特别强调的这个短语 叫做sor el,加东全形 sor es,是哪个人称? 嗯,很好,我听到了 叫做,你们习惯于晚饭都吃些什么呢? 你们习惯于晚饭都吃些什么呢? Ana就说了,de vente 这个单词请各位同学,划起来,收归即用 叫做看情况 啊,那这个单词呢,人家非常喜欢它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有选择恐惧症的人 啊,通常呢,如果我要去买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呢,有很多个颜色 比如说啊,我要去优衣库买一件衣服 嗯,呃,这个不是打广告啊 这个也不是植入性广告啊 这个某一家店,我要去买一件衣服 然后呢,结果呢,我要买这个衣服啊 这个款式我是看中了 然后呢,它有很多个颜色 那这个时候选择恐惧症的人诞生了 那可怕的结果就是 我会同一款衣服买七个颜色 哎,好吧 那,如果你和我一样 也有这样的选择恐惧症的话 de vente实在是太适合你了 比如说人家问你 诶,安大,你想要去看哪部电影呢? 你就可以说,嗯,看情况吧 de vente是不是很好用呢? 那个人就说了 你们习惯于晚饭吃什么 安大就答了,这得看情况 第三个要填的单词 ave fish ave fish 大家填上了吗? 叫做有时候,对不对? 嗯,有时候呢,这个得看情况 有时候呢,我们吃晚饭吃的是 marisco 大家喜欢这个东西吗? marisco 叫做海鲜 marisco 海鲜 而另外一些年 就是说其他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是吃海鲜 而其他年份 就一年过一次嘛 除夕,对不对? 其他年呢,我们会吃 garne 哎,我的大爱就是garne 没有garne 我的人生就不算完整 我好不容易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 可不是为了来吃素的 我是专程为了吃garne 就是肉 很好 原来就是,嗯,这得看情况 有时候呢,我们是吃海鲜 有的几年呢,我们吃肉 好 那bilar家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他说了 nosotros nonga cenamos carne no nos gusta mucho nosotros nonga cenamos carne no nos gusta mucho bilar就说了 哦,我们家里面啊 nonga 要填进去的 第四个单词 叫做从来不 我们家里人怎么样? 从来不吃肉 我的天 我要是生活在bilar 肯定 早就 了 然后呢,他说 no nos gusta mucho 请各位同学 记一下这个短语 现在呢,大家不用拆分和理解它的语法结构 这是我们西班牙当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动词 现在仅限于会使用它理解意思就好 no nos gusta 就是为我们不喜欢 mucho就是为很 连起来就是我们并不很喜欢 no nos gusta mucho 在我们家里从来都不吃肉 因为我们不是很喜欢 no nos gusta mucho 大家记好就好了 整个短语叫做我们不喜欢 至于为什么长成这样 我们且听下回分解 Ana接着聊了 después de cenar tomamos las uvas en caza después de cenar tomamos las uvas en caza Ana就说了 después de 来 寄寄寄寄寄寄哦 接着重要的短语 después de 大家应该记得我们曾经有见过是一个时间上面的引导词 después de 后面也直接连接动词原型 解释为在什么什么之后 在什么什么之后 它的反译词也记一下 叫做 andes de andes de 自然解释为在什么什么之前 那连接来在什么之后呢 después de cenar 晚餐之后 tomamos uvas 这个短语大家要有印象哦 在上节课当中 我们有学过吃幸运 葡萄 对不对 tomar uvas de la suerte tomar uvas de la suerte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见到了 他没有说 de la suerte 就直接是 tomamos uvas 就是我们吃 葡萄 你们喜欢吗 uva 好 那接着往下 内人就说了 en casa 这个应该没有生词哦 要认识 casa 什么东西啊 在家里面吗 在家里面吗 内人说了 bueno generalmente si bueno generalmente si 好 内人说了 好吧 通常来说 这个单词大家要额外注意一下了 可能是我们之前未曾见过的 现在要额外补充一下 generalmente 它的频率啊 要比我们之前学到的 normalmente 更高 但没有 siempre 高 siempre 就是 总是 generalmente 叫做 大多数时候 好 大家记一下 那人说 好吧 大多数的时候呢 是在家里 是的 generalmente si 然后 那 pilar 什么情况呢 他说 yo nunca las tomo en casa siempre en la buerta de sol con 那 这里的las呢 从语法角度来说 叫做我们的直接宾语代词 也有人直接称他们为宾格代词 那么听上去名字很复杂 对不对 那慢慢来跟着小A老师一起 你会发觉啊 他们原来如此容易 好了 准备好了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 啊 首先我们来注意一下前一句Ana说的话 叫做我们在家吃葡萄 大家记得吗 domamos las uvas 吃葡萄 我们大家看一下首先主语是我们动词是domada吃吃的是什么呢 Uvas 大家注意了所谓直接宾语就是动词直接作用的对象吃进去的是不是直接吃葡萄那葡萄是直接宾语这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吧 那西班牙人啊有点懒哎反正就那意思啊那所以呢他们就不喜欢重复前面所说过的东西后面他们就不愿意再重复 所以我们就会有东西需要去指代一下也就是说我前一句已经说了domamos las uvas 我们吃葡萄 后半句呢我会说我们在家吃葡萄 西班牙人就不喜欢再说一遍domamos las uvas en casa 前面不是有了吗domamos las uvas 后面又要说一遍domamos las uvas en casa 他们就会觉得很啰嗦 那怎么办呢呃因为他们懒所以呢就有了代词的诞生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候代替直接宾语的词就叫做我们的宾格代词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三人称的宾格代词分别有四种形式阴性阳性单数负数叫做lo la los和las 那我们先来体验一下比如说我造个句子我说我学习西班牙语estudioespanol是不是我们平常说的很多的呢 那现在espanol西班牙语是不是我学习直接作用的对象所以西班牙语是个直接兵语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 那你再告诉你西班牙语是一个阳性名词而且是单数的第一个人说一句我学习西班牙语 然后再补充一句我是和anita一起学习西班牙语的怎么办 避免重复找个代词用哪个lo la loslas 哪个非常好那就是lo最后一个细节就是记得放在动词前那就变成了lo estudio con anita 你理解了吗lo estudio con anita 那我们再回到书上来再看一下这一句叫做las tomo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domo就是我们的domar解释为我吃 而las指的就是前文提及国的葡萄音信复述las 我从来不在家里吃葡萄 现在可以理解了吗 别着急 我们今天就是学习第三人称 我你我们你们他们 我们且听稍后分解吧 那个比辣的就说了 哎呦我从来都不在家吃的 我总是 siempre甜心去 总是在buerta del sol 西班牙很著名的地方太阳门 这就是个景点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 我总是在那儿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吃 也就是说是一个聚会一个集会 大家都会涌入那里 然后呢啊怎么吃葡萄 嗯待会就知道了 接着往下吧 好那最后两句哦大家准备好 好温 JEREMY yo después de las uvas normalmente me voy a una gran fiesta hasta el amanecer es lo más divertido Anna yo solo ¡Wow! ¡Qué divertido! 这个词大家认识一下 divertido 叫做 有趣的 就感觉 ¡Wow! tiene mucho好 那 ¿Qué呢? 在连接上 任何的形容词 那就变成感情了 比如说 divertido 这个形容词 解释为有趣的 尽信的 那 ¡Qué divertido! 就是多有趣啊 如果我要说 多漂亮 那就是 ¡Qué guapa! 如果我要说 多可愛 ¡Qué amable! 多快乐 ¡Qué alegre! 都可以直接用了 那 Anna就感叹了 哇 真好玩 真有趣 对不对 她说 我呢 在那些葡萄之后 也就是说 在吃完葡萄以后 在那个葡萄吃完之后 她会干嘛呢 después de las uvas 填进去 normalmente 一般来说 我会去参加一个大型的盛大的派对 大家认识一下 叫做派对 其他的 仅限理解为主就好了 我会去参加一个盛大的派对 直到 很快就见面 很熟才行哦 直到什么时候呢 再念一次 amanecer 解释为 黎明 或者叫天亮的时候 一直到黎明 哇 这玩得很high有没有 es lo más divertido 这是她认为 最有趣的时候 mas 解释为 更加 加上了lo 那整个就解释为 最有趣的事情 连起来 嗯 真有趣 因为可以跟朋友们 在太阳之门吃葡萄 然后 Anna很羡慕 就说了 哇 好有趣啊 我呢 在吃完葡萄以后 我才会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 直到天亮 这 是我觉得 最有趣的东西 明白 好了 那 Anna 说完了 最后 Pilar 来说说自己的了 Yo nunca voy a fiestas a veces estoy en la calle y otras veces estoy en los bares no me gustan las fiestas donde hay tanta gente Yo nunca voy a fiestas a veces estoy en la calle y otras veces estoy en los bares no me gustan las fiestas donde hay tanta gente 好 那 Pilar 就总结 成词了 天清 去 nunca 从来 不 我从来 不去 排队 我从来 都不去 排队 a veces 有时候 estoy en la calle 我在 在哪里 没错 在街道 上 y otras veces 这也是我们要填进去的额外补充的 跟前面的 otros años一样的意思 另一些 otro 另一些 años 年份 另一些年 而 otras veces 就是另几次 也就是说其他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翻 其他时候 estoy en los bares 我会待在哪里 bar 没错了 就是酒吧里面 我会待在酒吧里面 no me gustan 前面我们有见到一个nos gusta 那是我们喜欢 而这里的no me gusta 大家记住这个词me gusta 那就是我喜欢 问题是他现在是no me gusta 说明怎么样 是我不喜欢 对不对 我不喜欢怎么样 no me gustan las fiestas 他不喜欢那些集会 那些派对 怎么样的集会和派对呢 donde hay tanta gente 这里的donde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其实呢 它是一个从句 我们现在不用特意去记 它就是用来引导一下 后面的这个修饰成分 danda hende ai tanta hende 这句话 去修饰那些fiestas 怎么样的聚会和派对呢 那里有着相当多的人的聚会和派对 ai解释为有 danto danda 形容词 解释为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 连起来 我不喜欢那些 有着那么多人的 聚会和派对 大家都理解了吗 这是我们这一段 文章当中 比较重要的信息哦 总体会和派对 sine. Nunca voy al bar. Suelo levantarme a las seis. Siempre voy al cine. Nunca voy al bar. Suelo levantarme a las seis. Vamos a hacer un pequeño entrenamiento. Vamos a hacer un pequeño entrenamiento. 上节课的最后啊 我们介绍了几个常见的西班牙传统节日 很多同学人就一有未定是吗 热爱生活享受假期的西国人 又怎会满足区区那几个节日呢 今天小艾老师就带大家继续挖掘 我们继续去看看西班牙人的其他节日和风俗吧 散患 中夏节 西班牙人的传统节日圣湖安中夏节的庆祝活动呢 通常都会从6月23号开始举行 节日的白天呢 人们会进行花车巡游的活动 而在夜晚呢 西班牙的境内的篝火就会彻夜燃烧 欢庆的人们会将废弃的物品投入篝火 再越过篝火并许下愿望 更会有一些勇士啊 会勇敢的赤脚踩过篝火 实在是惊险不已 小艾老师一直就歪歪 应该很烫很痛的吧 但是呢 我的西班牙有人告诉我说 嗯 痛不痛完全取决于技术 取决于你怎么踩 哈哈 技术啊技术 我们可千万不能随意模仿哦 好了 那大家看到这些图片是不是非常精彩呢 再来看看这第二个节日 叫做Los Santos Innocentes 其实啊 这个节日我们之前就提过了 我们说这个节日 就相当于西班牙人的愚人节 说起我们的4月1号 大家肯定都觉得是个疯狂搞笑的日子 对不对 但其实啊 西班牙人的愚人节既不是在4月1号 它的起源也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 如此的欢乐和搞笑哦 而是有着一个令人悲伤 又恶望叹息的故事 为什么我现在一言肃一认真 大家就觉得很搞笑呢 好 听我讲故事啊 据说啊 在耶稣出生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帝王 他担心耶稣将来会篡夺自己的王位 但是呢 他又不知道耶稣究竟是生于哪一家人渣 于是他就便下令杀死这座城市当中 以及这四周城市周围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 真是生灵涂炭啊 于是为了纪念那些逝去的可怜的孩子们 天主教徒们便将12月的28号这一天定为Los Santos Innocentes 这个节日最早以前完整的名字就叫做Los Santos Ninos Innocentes 而Innocente一词呢 指的便是无辜的 Ninos就是孩子们 所以呢 这个节日的意思其实指的就是神圣的无辜的孩子们 而神圣呢 就是为了说明他们是为耶稣而死去的无辜的生灵 之后呢 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呢 不再将这个节日笼罩在悲伤之中 相反的 大家都学会了用一种幽默的心态去面对 久而久之 西班牙人特有的愚人节便由此诞生了 在这一天啊 睿智幽默的西班牙人又会有哪一些损招呢 最传统的呢 莫过于将硬币钉在地板上 以及在别人的背后贴上小纸片人了 但西班牙人的幽默呢 远不知于此 这一天连当地的报刊杂志 新闻电视都会加入到愚人的队伍当中来 报道一些不实的信息 那将会是非常有趣的一天 要小心哦 一不小心就被愚了 那还有什么更加精彩的招数呢 大家赶紧猛出这里的链接吧 我们可爱的落花成语老师 早就为大家精心搜罗好了 我们赶紧都去学个一招办事 看看是不是能给你的愚人节玩笑 带来新鲜的创意呢 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新鲜的离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